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神经孔是比较主要的几个神经 框下神经、下齿槽神经跟科神经 那其实这些神经是比较主要比较大的神经 所以关于神经伤害的部分 实际上你整个手术是要从黏膜切开 骨膜下分离然后再做骨骼的切除 所以实际上黏膜切开的过程 就有很多无数细微的神经被切开 因为神经系统它是有点像树枝状 从主要的神经干然后慢慢分比较细的分支 所以我认为这个神经伤害可以分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所谓比较细微的神经 你只要黏膜切开骨膜分离 细微神经大概几乎一定是要切开的 那第二个部分才是关于这个主要的神经干 万一有一些拉扯、挤压、手术中 这些不可避免的状况的时候 它的恢复两者是不一样的 对于细微的神经的恢复 通常就是关于牙龈、上额、黏膜 这些部分是属于比较细的神经 原则上大概半年内就会完全恢复 那对于主要的神经干 例如框下神经、科神经、下指巢神经 它掌管的部位 例如下嘴唇、下巴或是鼻翼 这些地方一般来讲也是半年内会恢复 但是我们年床上还是有遇到一些案例 它恢复所需要的时间是长一点的 有时候需要一年甚至两年的时间才可以恢复